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带一点辣妹感觉的樱花妆 因为每次视频你们都会问眼妆的详细教程 所以今天的眼妆教程很详细 就手把手教你把下垂眼改为上扬猫眼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拜托啦 好久没有白天拍过视频了 但感觉今天这个妆还是配上明媚的阳光会比较好看 所以今天起了一个大早 今天用到的粉底液是兰蔻持妆粉底液 因为今天粉粉的妆需要底妆更白一点 所以粉底液的氧化暗沉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今天用到它 然后依旧是NARS的遮瑕架 270的遮瑕刷 这个遮瑕出过很多次了 然后咱们就稍微加快一点 眼部遮瑕的话就选一块更选一一点的遮瑕 今天用的是英福沙的这个三色遮瑕 中间这个色号 就涂在黑眼圈和泪沙的地方 就手指去把它点涂开就好了 就尽量不要遮到我们的卧残 见面不修容的话用这个TF的柔物和粉底液 因为这个色号我买深了一色号 然后它氧化暗沉也比较快 所以我基本上用不到它 然后今天这个妆容的话也是需要修容是很自然的那种 所以今天用它来修一下容 然后用美中弹把它慢慢拆一下就好 就你们如果买到深色的粉底液的话 就选错色号的就可以拿来修一下容 因为它这个会颜色会比较自然一点 相比修容的话没有那么生硬 今天用一个液体腮红 鼻子上也搞一点 你看这个唇浴的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用Hedoni这个三色修容盘来修一下鼻子 它中间修鼻子的这个色号是不偏中也不偏灰的那种 是适合大部分亚洲人的色号 然后用这个亚光白色的高光来提亮一下我们修出去的部分 一样一下鼻头和山根 然后用直寸秀的砍刀眉笔画出眉毛的毛流感 然后就是我们重点的眼妆了 今天用到的是卡拉泡泡的草莓盘的这个颜色来打底 平铺在我们的上眼皮 但是不要超出眼窝的位置 因为超出眼窝的位置会显得眼妆有一点丧 下眼影也带上连接到上眼影 因为我的眼型是属于眼尾下垂比较严重的这种 双眼皮褶皱是明显超过了眼瞼的位置 所以就需要贴一个双眼皮贴去改善一下眼皮褶皱的走势 就那种普通的双眼皮贴可以在眼影前贴 然后后续再上眼影会更自然 然后这种蕾丝的双眼皮贴的话 就放在眼影之后再去贴 以免眼影会在里面堆积 然后用这种眉刷或者扁头的刷子 占取这种深色的眼影 去开一个眼头 眼头和眼尾要成一条纸线 然后开眼头的距离 取决于你两眼间隔的距离 中间的间隔不要超过一只眼睛 然后加深一下下眼尾 卧颤从红红正下方拉到眼尾 然后用橘朵的液体音13号色提亮眼中 然后用悠悠的高光中间这个爆闪 提亮眼头和卧彩 然后顺便提亮一下鼻头和伤根 然后继续贴一个这个单醋的假睫毛 睫毛膏把真假睫毛刷在一起 然后是画眼线了 眼头和眼尾要成一条直线 但是我的眼尾是比较下垂的 所以眼线在眼尾前一点 就要开始往上拉了 一定要睁着眼睛去画 然后找那个大概的位置 然后填满这个三角区 然后在B上去慢慢调整 继续用深色眼液去模糊一下眼线的边界 Colorkey B606 然后最后就是点滞高光时刻 然后我去换个衣服换个假发 好